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面是非常的衷心的感谢观众朋友们 八年来对我们的细心关心和呵护 因为您的参与让我们的观众能够了解很多其他人是怎么想法 另外让很多人知道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感想 在此我们一并感谢 那今天我们是感恩节谈感恩 那我们希望您和我们的其他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得 什么是恩 人为什么要心怀感恩 心怀感恩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是热线直播的节目 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 646-519-2879 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感恩节今年的情况 每逢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美国人便迎来了自己最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 感恩节 这个节日始于1621年 那年秋天远舍重阳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 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举行了三天的狂欢活动 从此这一习俗就延续下来 并且逐渐风行各地 1863年 美国总统林肯正式宣布感恩节为国定假日 11月23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按照惯例 在白宫举行了赦免火机的仪式 美国总统赦免火机的传统始于1942年 至今已经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奥巴马赦免的这只火机名叫Liberty 也就是自由的意思 自由重达45磅 因为它看起来更上镜 所以在候选的30只火机中被挑选出来 和它同时获得赦免的 还有一只叫做和平的火机 他们都来自明尼苏达州 未来将在华盛顿总统故居 围农山庄安度余生 奥巴马说 明天是一个美国最好的日子 这是一个日子的祝福 我们爱的时间 和享受一些好的食物 和一些好的银行 感恩节的原因 是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好收成 这一天 大部分美国人将和家人团聚 共享节日大餐 但也有不少人会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到慈善机构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为了我 我有一个地方 我有一个食物 我有一个食物 但这些人都没有任何 这次的年代 我们用来的兼聚 我们放了一碗一起 给这些人都做得很特殊 and also let them know that God loves them and we care about them So many people in our city have very little resources to provide for their own needs like food, basic needs like food You know, we all get hungry and we all need to eat to stay on our feet and stay healthy And so, especially at this time of year, this is Thanksgiving season People need not only to have a wonderful meal that tastes a little bit like home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in a safe place where they can be around others who they care about 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两个女儿还有岳母 一同造访了华盛顿的一家食物银行 他们在食物分派点前向台队等候已久的市民们分派食物 奥巴马和夫人主意向市民们打招呼问好 还互相话家常,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民众们则是排起长队等待着总统分发给自己食品 尤其是来自总统的节日问候 白宫表示,食物银行每年大约要分派3000万磅的食物 今年白宫捐献的是两只载好的火鸡和一些巧克力糖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感恩节时谈感恩 欢迎观众朋友们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和其他人一起分享您的感受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您也可以通过skype和我们互动 skype地址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爱博电视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不需要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网址可以从www.starprp.com www.starp2p.com 今天我们现场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先生 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经常在幕后写很多的这个关于传统的这些文章的看中国专栏作家冠明先生 冠明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我首先想就是说我们刚刚看了那条新闻啊 就是现在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成为一种传统啊 可能我们大家都在家吃了火鸡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黑色星期物也成为一种传统像很多的感恩节游行啊 黑色星期物 尤其是大家就是非常的热衷在那一天能够买到很多打折的产品 那么请李天孝博士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黑色星期五啊 是这个美国传统的购物季节的第一天 热潮的开始 基本上占一年的这个整个这个商业的销售量20%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么今年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 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有名的商店就开始不单是从今天开始 实际上说昨天这个晚上和半夜就开始了 夜里12点就开始去开队 更早的就比方说这个Woodbury就是那个有个Factory Outlet 就是那个 产家直销店 名贵产品的这种代销店 是吧 它从实际上是晚上下午就开始了 7点多就开始了 那么像这种大的公司 像那个Walmart Walmart是晚上10点钟开始的 像这种Masis是吧 还有那个Target 还有一些这个Best Buy 这种有名的销售店 它一般是从昨天晚上午夜开始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改变了过去以来 长久以来的就是从今天开始Black Friday 所以说可能要以后可能就Black Friday Black Thursday 或者什么样了 但是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也就是一个变化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们其实现在买东西 不单单是从这个抢购 就是从早上一大早 大家连夜带着很多被子 或者蹲在那里去买 实际上很多人都从网上买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很多华人 特别是还有一些那个年纪轻人 都喜欢从网上买 其实网上买你去看 东西并不见得比这个 你那抢过来的东西要贵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可以退啊换什么的 另外的话你当然了 你如果是要去骑大早 去排队的话 实际上你有可能把你 宝贵的睡眠时间 把你节日期间的这种 这个时间都占用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美国 shopping season的开始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说今年 如果一个很好的开端的话 那么今年会对这个 美国的经济 在明年这个会有一个推动 好那我们已经有观众朋友 来打电话 我们先接一下 纽约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今天谈这个感恩节 很很很很及时 因为昨天刚过嘛 不过我刚才听到你们 介绍那个感恩节的典故的时候呢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感恩呢 我以前读了 就是看了很多资料呢 是感谢谁呢 是感谢这个美洲大陆上的 原始的主人 印第安人 因为这些从欧洲来的 或者主要从英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 以各种原因 有的逃避宗教迫害 有的为了这个追求 什么新的生活 来到这个大陆呢 是贫困交加 饥饿连连 肚子都吃不饱 病死饿死了好多人 还有好多人都退回去了 那么就是说 在饥饿 在没有谋生手段的前提下 美洲大陆的主人 印第安人 伸出了这个关爱之手 给他们吃的东西 让他们添饱肚子 然后教他们 怎么种植苞米 怎么种植土豆 怎么能够在新大陆 自食其利 得以为生 是感谢印第安人 但是现在很多说法 说感谢上天至于的好收成 这个说法好像有点离谱 这时候我就看一看 好 我这话完了 好 谢谢张先生 当然这个 您刚才说的这个典故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么大家最后就把感恩的这个 就更大 扩得更多了 李博士要说 我觉得刚才那个先生讲了 他一部分 应该说是 也是说的对的 就是说印第安人 确实当时感谢他 但是呢 当这个102个那个 从英国来的 被迫害的青少徒 踏上了美国的 普里博士那个土地上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最感谢 第一个感谢的是上帝 对他们的关顾 因为在这个飘洋 飘这个远洋 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死了一个人 生了一个人 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 是吧 你想这么多日子 66天 是吧 经过这个风雨 叫架 船可能随时被那个浪头打 打下去 是吧 所以他们一下船 就定了一个叫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实际上是第一个 就是他们建立殖民地 在美国这块美洲土地上 建立殖民地的时候 一个信神的一个誓约 他上面就这么讲 他说 以上帝的名义 阿们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书的信仰 为了提高国王 以国家的荣耀 所以他们到佩吉尼亚 开辟了第一个殖民地 在上帝面前宣誓签约 自愿成为一个明治的自治团体 这就是说 他是在上帝面前来建立这块殖民地 这是一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实际上每年你看好 这个过这个感军节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 从这个华盛顿到林肯 到今年的奥巴马 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一共同一个说法 就是什么呢 是感激上帝 就是说美国建国到现在为止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的繁荣 之所以 阿伯马今天讲了 为什么很多人当我们围在穿桌面前 温馨的能够全家团聚的时候 吃这个大餐的时候 我们要感激上帝 有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 当然印第安人在那个 经过了1621年 经过一年这个以后 伸出了元首教会的 怎么打猎 怎么种植等等 然后到了201623年 经过了实际上三年以后 他们在取得了比较大的丰收 那么把印第安人请来 但是在这些最早的 美国的啃治者面前 他们的心目当中还是上帝 为什么呢 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 正是上帝对他们的关照 通过印第安人这种方式 来帮助他们的 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他 所以说美国美界总统 在提到的时候 为什么不约而同的提到 神上帝对美国人民 美国的这个关注 已经在每次宣誓的时候 God bless America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 确实是建立在一个 对神的契约这个基础上 是吧 这个说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想刚才 张建人所说的这个典故 最开始的确是如此 那么从这个典故来的 就是可能就能看到 就是有信仰的人 他觉得印第安人之所以帮他 实际上是 他们认为是神在 就是这个 您刚才讲 借助那个就是 印第安人来帮他 他认为是神的光顾照顾 所以很多有信仰的人 他就觉得是要感谢上苍 感谢神 那王先生也是 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很多 您觉得就是这种感恩的这一种文化 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相通之处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方的文化有很多差异 但在感恩这方面的话 它有相通的东西 就是说 不管是对于东方人来讲 还是对于西方人来讲 感恩都是一种美德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强调忠孝结义 那忠孝结义的这个孝 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孝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对父母的孝 这也就是感谢父母的养育真 那个孔子说过一句话 他讲孝子之子 摩大乎尊心 那这个用先通俗的话来讲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行孝的极致就是对父母的感恩 我觉得说这个感恩 是和中小节一的孝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那过去的传统文化教材 也都强调了这一点 你看像民国时期 那个时候的国语教材 小孩子一上学 第一台